嗨 友游们 我今天来到了联运港得发房车的工厂 其实经过这一次的深入的了解 我觉得得发房车确实是一个非常低调的品牌 在很多的媒体平台上面 确实没有看到他们的过多的身影和曝光 经过这一次的了解 对于他们生产制造 包括品牌理念 我觉得这个品牌值得大家去深入的了解 那么从他们最早的圆梦系列到追梦系列 到今天的启航系列啊 一直是不断的升级 不断的进行创新 那么今天带你来看他们的最新车型 启航480系列 那么这一款拖挂房车 它的长是4米8宽是2米2 高是2米 说到它一个箱体结构 它整车六面均采用机制的三明治的箱体结构 同时强度会更加的高 保温隔热效果会更加的好 同时它整个的车均是无喷漆工艺 所以更加的环保耐服 它的底盘采用的是700L的钢材 得发自主研发的底盘 加上科诺特的撞杀手杀扭力轴 所以它的稳定性会更加的高 同时它每个车下线之前 都会经过一个月的颠簸的测试 更加符合国内的路况 那么当然也有很多拖挂玩家会反映 在夏天空调制冷效果不佳的这样情况出现 那么可能是因为拖挂房车 在空调外界后部的空间预留不充足 导致散热不佳的一个情况 那么得发房车经过一个设计和研究 对此进行了优化和升级 看到外观的颜色 它是白色和灰色的一个拼接 对于这款车型呢 你还有很多其他颜色的选择 比如说蓝色红色都是可以的 我们看到外部的一个配置 上方是手动的制洋棚 下方是踏步 这一块位置拥有一个储物舱 黑水箱 同时侧面仍然拥有一个比较大型的储物舱 可以看到里边的一个结构了 上面是一张床铺 所以从里边也可以拿取物品 这个车拥有4个手动支撑腿 分布在整个车的前方和后方 那么这一块位置是湿电接口 前方拥有注水口 走 我们上车看一看 那么进入到车内的整个车还是非常的温馨的 结构是1加1的结构 一张可拼床和一张固定床 我们来看到这一块位置 它其实是一个环形沙发空间也是比较大的 同时这一块位置仍然是可以拼成床的 尺寸是2米1乘以1米2的一个大小 那么你看前面的全景雅克力窗户 在阳光比较好的时候 风景比较好的地方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窗户看到外面的风景了 当然了如果说你在旅途的过程中 需要邀请很多朋友来到房车内进行玩耍 那么这个地方就可以当做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上方都是储物空间 这一块位置是24伏的直流变频空调 上方同时照明灯 换气扇都是有的 来看到这一块位置 微波炉 下方是储物柜 也是进行了分层 这块位置可以当做平时摆放东西的一些装饰品 包括物品都是可以摆放的 看到厨房区域也是比较的精致小巧 水槽深度是比较深的 所以预防了水的溅漏 旁边是电磁炉 上方仍然是储物空间 对面是118升的弗洛斯特的车载冰箱 上方是冷冻 下方是冷藏 同时整个车的电气都是24伏的 整车也是配有24伏的磷酸铁锂电池 来看到上方是一个比较大的衣柜 如果上面架个横杆会更好 像冬天这种长的衣服 就不会有褶皱的情况出现了 来看到后方 是一个双人的纵制床 它的尺寸应该是在1米9乘以1米45的一个大小 上方储物空间 同时外推窗 这块是照明灯 前方还配有USB的接口和电源插座 这个车配有腕盒的热水器 再看到卫生间 这个门的设计它是往里推的 还是比较的少见的 更好的防止水的溢漏 来看到整个车的卫生间的区域也是比较大的 淋浴花洒 上方是换气扇 这边是窗户 做了一个移拉式的设计 同时旋转马桶 那么这款车型其实叫做 启航480S水电无忧版 它的一个配置是什么样子 是3000瓦逆变气24伏200的 磷酸铁力电池 1000瓦的太阳能板 120的清水箱 80升的灰热箱 对于它的价格 官方指导价格是10万9千8 那么这款车还分为实力版和节能版 价格是7万9千8起 所以肯定根据自己的需求来 当然了如果说您成为了首席体验官 还会享受到更大的优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